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类厨房给餐饮业者租用 烹饪食物后直接外送 其中一个厨房也设有能够容纳40人的餐厅 在一个地点品尝不同餐馆的美食 在本地拥有四家餐馆的汉堡连锁店发言人说 租用这类的共享厨房能让他们更有机会在本地扩展生意 基本上第一不是所有地方的地点都适合我们进这个餐馆 因为好的地点都给人家拿去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选好的地点的话 第一不多不是剩很多 第二就是它的价格或者是租金方面会特别的贵 就是说你开一个店你可能要砸一个五百千 因为机器就是还要装修 还要机器 可是这边基本上你没有楼面的装修 所以那边就省下一笔钱 美食博客汪万荣认为 餐馆如果能够在不同地区的共享厨房 烹饪和外送食物 食客们以后就能够吃到较远地区的美食 我觉得一个好处是你可以点到 你可能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 或者是离你家很远的地方 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个算是竹炒海鲜楼 它是在西部的有设定它的餐馆 可是现在住在东部的居民都能够叫它的美食 这是对很多寻求新鲜的消费群众 是来得经济方便而且算是实惠吧 专家认为这样的模式也能让想尝试在饮食业 施展抱负的新手以较低的成本创业 让这些年轻的厨师们能够试水 可能看看新加坡的消费者对他们的食品有所接受 时到他们可能有打响了自己的知名度过后 而且可能已经累积了一定的成本 他们过后可以打算要扩充营业 比如可能像开一个自己的店铺之类的 新加坡Deliveroo总经理告诉前线 虽然送餐服务和设立共享厨房及餐厅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营概念 但两者合一却可能给各方参与者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我们有很多大量的资料 和这些资料我们可以解释一下 什么是它们的货币的货币 什么类型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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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货币 货币的货币 这些货币是在我们已经有很多货币 我们已经有很多货币 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们的货币 货币 所以他们很不同的货币 但他们都在同一种基础 而目标是同一样 就是给客人的货币 和餐厅 除了Deliveroo 最早进军本地的送餐业者Foodpanda 早前也在本地设立了两家共享厨房 各可容纳至少七个品牌 其中一家也附设可容纳30人的餐厅 Foodpanda在回复前线询问时表示 他们是本地第一家附设餐厅 和共享厨房的送餐业者 共享厨房的初衷 是为了能将不同地区的美食 带到全岛 今年他们也将在市中心 开设第三家共享厨房 不同餐馆的美食 在共享厨房里准备 食客们能接受吗 我会 因为新加坡很多食物美食 我会尝试 最主要一定要好吃 然后价钱便宜公道 应该会尝试 如果是自己要去 是很难 但是有一个收购 美食人跟他什么 这样应该是不错的 应该会尝试一下 不过我也不懂 它是不是跟本来的小贩的煮法是一样 所以如果你换人手煮 除非是他们自己来 不过我觉得不太可能 郑宁表示 他们对食物品质十分讲究 甚至会进行突击检查 确保共享厨房所烹调的 食物品质和餐馆的一样 我们会有一个 做准备食物的准则 手册 所以他们必须要先通过训练 然后他们才能够被派到 来这边工作 然后我们的手册 也会放在这个厨房里面 我们也会 就是当作一个 顾客这样 我们也会点餐 然后当然我们会跟 我们的伴侣配合 他们煮好了 拿出来其实是 我们就在这边等 然后就一起 跟我们的伴侣 一起试吃我们的食物 然后我们也会分享说 跟伴侣分享 那个优点跟缺点 所以我们会改进 所以我们会采购那些包装 第二就是他们一组 煮好了第一时间 伴侣必须要送出去 所以这两方面 我们都有跟伴侣沟通 去确保那个食物的品质 不会变质 郑明说 经营的一年多来 共享厨房带来可观的业绩 他们打算继续往这个方向 扩充生意 另一方面 共享厨房虽然可能会成为 本地外送服务 未来的发展趋势 但是还是有人会选择 出外享用美食 因为它不能够代替 全家出去一起享用 全公司出去一起享用 在外面那样的环境 尝试美食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是 不能够replicate的一个方式吧 手机 点餐 食物送到面前 送餐服务似乎无可避免地 成为忙碌都市人的用餐选择 市场经济也驱使送餐业者 随着潮流各出其招 扩展业务 也许不久后 大家足不出户 也能享用到全岛各个角落的美食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全新的网站 巴世界 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